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带领教的特会是真的我的福分 每一次来大陆真的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各位 你看要哄大家笑都难了 大家都很昏睡了 对吗 新加坡也得币忙 等一支来大陆 所以我们从新加坡一周五次聚会 每周四次五次这样分享 其实信息是很多 但是我们要讲到人的心中去 这真的是太难的事情了 有时候是我们的理性装不下 头脑装不下 有时候是我们的容量装不下 有时候是我们里面有污秽 没有办法带着政治清洁的心在神的面前 我们前面两堂我特别讲到宝学的时候 透过宝学认识神的话 各位 这个重要不重要 那各位问 你认识了神的话 认识了宝学 现在你要认识什么 你要认识什么 圣灵了 对不对 很重要是圣灵的工作 各位注意听我现在要讲的话 圣灵参透万事了 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所以一个很认识圣灵的人 不是单单认识圣灵论 乃是认识现在圣灵在他的内心里面 向他显明的整个属灵的奥秘 从哪里开始 从他的心里面的状态开始的 他的整个的心 是不是合乎神的喜悦 合乎神的话 各位 当你不顺着圣灵行的时候 你是怎样 你是体贴肉体的情欲了 所以跟圣灵敌对的是什么 就是罪了 各位一定要明白罪了 这个罪呢 我们一谈到罪的时候 我们对罪有一些固定的想法 各位你怎么知道你有罪啊 各位回答我 你怎么知道你有罪 你用你的心来认识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 你的心里面告诉你的是对的 有一些弟兄姐妹说 我的心很感觉不错啊 我感觉我现在挺属灵的 挺蒙恩的 你怎么知道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各位 罪会使我们的心 错认我们自己 各位听得懂吗 再讲一遍 罪会使我们错认 人的心是怎样 神说 极其败坏了 极其败坏 谁能够视透人的心呢 所以只有神 他检查人的心肠肺 圣灵 尝透你的心里面的光景 所以各位 不要单单满足于 我现在认识了这个奥秘 现在圣灵跟你讲什么 圣灵光照你什么 要怎么洗尽你 这个都在你怎么与神交通的事情上 要恢复呢 所以我们讲圣灵的时候啊 你要认识圣灵是在你的祷告中 在你的至圣所里面 在你祷告之后 你怎么靠圣灵活出来的事情呢 我讲回去 罪的事情 各位 罪呢 一直会阻挡我们 领受从天上来 各样美善的恩赐 是全被的丧死 罪在我们的心里面 成为一个阻塞了 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连自己里面有罪 什么是罪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来的 一般人 一般的信徒 一讲到罪的时候 他们对罪的认识 是行为的罪 但是圣经讲的是 什么罪 灵魂里面的罪 灵魂里面深切的罪 所以我们一看到有罪的人 哎呀他做了什么 他就讲骗话 他就读博 他就犯奸淫 他就做了这一些 人都看来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是这样先看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能一个没有做这些事情的人 他在神的眼中 其实他是更罪恶的 比做那些事情 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 他要的就是爱 当然这个爱是误会的爱 所以他犯奸淫了 但是把他抓来的人 法利塞人 文士们 他们也是有这种误会的爱 但是还要名誉 还要得人的尊重 对不对 然后还要控告人 各位 这个在神的眼中 谁比较严重啊 各位一看都知道了 对不对 各位看 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孩子 不听母亲的话 旷课 不好好学习 哎呀 懒惰 我们马上看到他的那个 错的地方 很快会看到 对不对 父母亲也折骂他 这样子 为什么没有出息 为什么这样 但是呢 在神的眼中 父母亲的 心里面的很多的动机 对孩子的不理解 使唤他 给他很多的受伤 这些东西是在神的眼中 看到的 更清楚的 所以父母这样对他 所以最后 他成为这样的作品 当然都有罪了 对不对 但是 我们是很容易被那些 很明显的罪 看 一对夫妇 有时候看 有时候姐妹啊 在教会里面 啦啦啦啦啦 就这边讲闲话 那边讲闲话 跟这个弟兄讲 那个姐妹讲 一大堆东西 这个姐妹说闲话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 这样判定她 但是 问题是她在家里面啊 她的丈夫啊 懒惰听她讲话 看到她的时候 哎呀 就是贪不起她 嫌弃她 所以呢 里面的很多的心事 没有办法跟人家讲 所以这样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 我每次说 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 身上的问题 我们一定做父母的 你要检讨 你的配偶 你的半体 他有一些软弱 总是看在你的眼中 很丑陋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 你有没有伤害她 或者你没有及时的保护她 满足她 所以她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罪的东西 这个圣灵是把这些东西写明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罪的课题的时候呢 我们会知道 其实人的伦理道德 没有办法把这些讲明 我们人只有看到 你做了什么 或者你不做那个东西就好 但是在这个人 在这个罪恶世界 人的内心里面的 整个深奥的事情 只有参透万事 参透万人的心的上帝 他能够指出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教会里面或者家庭 一件事情 我们不要找直接的理由 我们要深思 对不对 当我的孩子有一些 慈母有一些脾气来的时候 我一定会深思 对不对 这几天 这个过程 什么是什么是 一定会这样想 这样想 所以圣灵就是把这些事情 来显明给我们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 没有蒙音韵 很多时候没有蒙音 我跟各位说 我们活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面 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 有神的旨意 神的道 神说我的话 一撇一化都要成就 所以人的心灵里面 是一直收住有一些罪的时候 隐藏的动机也好 自卑也好 内疚也好 受伤也好 对人的有些苦毒也好 怨恨也好 这些东西是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不会显露出来的 但是就一直收住在那个地方 但是每一次发现 祷告不通 跟神的关系不能靠近 各位 这个是灵里面的东西 所以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 各位 做见证的有三个 一个是水 就是神的话 一个是血 还有什么 还有灵 圣灵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明白 圣灵把你心中里面的罪 隐藏里面的罪 显露出来 这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事 所以我们每次要反思 我们要祷告 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下功夫了 这个地方是很糊涂的人 就是总是会发现 信仰生活里面不敏感 所以我今天给各位 很简单的话 第一 圣灵呢 使你真认识自己的心 Amen 各位这句话写下来 圣灵使你 认识了神的话之后 真认识你的心里面的光景 神啊 察验我的心肠背负里面 看有没有恶行 有没有 世人这样讲 神啊 察验你面 看有没有 对不对 看有没有 我就有一点 就是对 看不起我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 就是体贴自己的 那种私欲 自私的地方 跟人在一起 就我自己一点 优越起来的时候呢 把人踩下去 看有没有 这个里面 使你知道你的心 第二 圣灵既然是参透万事的 对 让你认识你自己 之后呢 认识旁边人的心 各位 为什么跟旁边的人常常有纠纷 因为你不认识他的心 你就表面看他 他的挣扎 他的苦读 苦读里面 他是怎么挣扎的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 我们要讲牧养 牧养 教导 这些都是要认识旁边人的心 你认识你自己 你认识你旁边人的心 之后呢 圣灵叫你什么 因为你认识之后呢 所以你洗净你自己 然后呢 你也回复你跟人的关系 然后你向神坦然无惧 所以你的心灵 这个纯洁的心灵 你向神祷告的 能够敞开一切的祝福 你才会看到 赏赐恩赐临到你 所以圣灵是要在这个方面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 我们一起翻到一幅所书 一幅所书 哦 第一 第四章 第四章这里 嗯 对不起 我们先翻到启示录好吗 对不起 启示录第八章 七十六八章 我们先看这个 等一下我们再翻到一幅所书 八章这里说什么 八章第三节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各位香是什么 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他为我们的代求 也可以说神的旨意了 他向我们怀着的旨意 所以各位祈求的时候呢 按着神的旨意祈求 所以主说如果我的话在你们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凡你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得着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 你的祷告是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做 我摇动你的手 是先有香 赐给那位天使 对不对 香赐给他 那个香得到了 然后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呢 由主为我们的代求 祂的旨意 还有我们配合祂的旨意 对不对 主啊我愿意 我明白了你的旨意 愿你成就 一起带到宝座上 这个是灵界里面的事 神人和合一的事情 所以那香的烟和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伸到神的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 伸满了坛上的火 对不对 这个就是应允了 生命的工作 那个火 来了 倒在地上 随有雷轰大声 闪电地震 各位 是这么大声的 我们一祷告的时候 在灵界里面 来的应允是这么的大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听不到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极其诡杂 所以有误会 所以听不到这个声音 各位 现在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到一幅说书四章 翻回去 四章二十节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怎样呢 前面说 这个外方的人 他们的良心丧尽 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误会 说什么呢 如果你们二十一节 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各位早上学了 对不对 这一切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字改换一心 并且传上新人 这新人照着神的形象 照着有真理的仁义和圣见 所以呢 我们的挣扎是在我们有救人在里面 有救人的力量很大 但是呢 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是喜爱神的圣洁的 愿意爱神爱人的 这个真 他是渴慕神的真理和仁义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我们的挑战在二十五节里面 各位 这个救人所带来的谎言 对不对 要弃绝 个人要跟灵舍说实话 各位小心 这个撒旦每一次透过这个罪人 对不对 这个罪性也可以这样说 使我们生气 使我们寒怒到日落 所以我们的性情 有苦毒开始形成 也要小心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了 第二十八节 有偷窃的那个意念 然后带来偷窃的行为 那你说我没有偷啊 下面说什么 下面说 你不但不要偷总要劳力 所以呢 懒惰的人 这是有懒性 也是一种偷 没有上进 总是只有要人家给他 自己不愿意给人 这也是一种罪行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看的东西是比较 好像直接的 直接偷的人 直接伤害人的人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我们看有些人的时候 哎呀他们很柔弱 他们我们讨厌的人是什么 很高傲的人 但是有一些人是很自卑 很自怜 各位你自卑自怜 是不是罪来的 是一种罪行出来的根来的 各位了解吗 那个罪行的根出来的一种 自爱自怜对不对 然后一直觉得自己没有用不好 然后慢慢慢慢你走下去 你不得医治的话 你会犯罪的 你会走上有一些路的 所以呢各位 罪的东西啊 它的面目有很多种 对不对 所以人的个性有很多种 有时从这个人的个性显出来的时候 是很抗硬很血气 对不对 有从另外一个人上去是很柔弱很冷 但是其实都是罪行的东西 所以无辉的言语第29节 还有三十一节有苦毒 有恼怒 有愤怒 等等等等毁谤 各位很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 三十一节 一切的苦毒 还有一切的苦毒等等等等 一切的恶毒等等等等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纯怜悯的心 那你说 怎么能够发现这一切啊 所以三十节说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圣灵是一直有担忧的 他担忧的声音 是一直向我们发射的 他是一直要光照我们的 所以十三节 五章十三节 凡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这个道 要刺入你们的心 所以圣灵呢 用他的道光照 如果各位这几天 你听到很舒服 可能你回去 你不会改变了 你应该听到你被刺激 然后不舒服 你应该要听到你发现你里面的问题 然后你发现在那个问题里面 神把他光照 神责备 然后用他的宝血要涂抹 要怜悯你 你要接受 他的责备 他的光照 你接受 然后求主怜悯你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在几天的特会要做的事情 神的话一撇一画都要成就 是这么的谨慎的 这样传讲出来 所以各位听的时候要谨慎 各位听的时候要对付自己 各位讲完这个东西之后 这个是人内心里面的事 讲完之后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生活 下面是讲到 你们要明白主的旨意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你们的夫妇生活 要怎样相爱 合一 下面孩子 不要惹他们的气 做奴仆的对主人 主人对奴仆要怎样 尽心尽力的侍奉他 像是侍奉主的 有没有 这个生活就出来了 所以呢 被圣灵光照的人 不是留在只有光照 你一定有什么 下面一定要顺着圣灵行 所以各位 你要认识圣灵的奥秘 跟你的行为也是有关系的 各位虽然圣灵是看不见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在感动你 他的感动指引越来越明确 是你行当中 你才懂的 所以下面也是继续讲这个东西 然后第六章 上一次余明特别我记得 我就跟各位讲这个 全服军装 然后18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六章18节123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尽心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阿们 各位 各位 就很简单 我讲完这个二十分钟就可以讲完了 第一 刚才我说什么 圣灵使你认识自己的心 原来我们的心极其诡诈 有些人说 我的心很好啊 这个行善主义者他们会这样觉得的 所以他们的心欺骗自己的心 听得懂吗 等下我看 这个心要怎样 达到 达到 宝座 因为从宝座 你才会看到有各样 美善的恩赐 全辈的赏赐 领导你 各位 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认识的不够深 各位的心里面的状态怎样 牧师说 牧师我今天很平安啊 哦 平安吗 牧师我今天很忧愁 我的心告诉我 我现在很生气啊 有些人心 我们认识我们的心是只有 好像第一层面这样认识的 第一层面 就是你直接感触到的 你就认为是那样 但是我跟你说 你的心可狡猾了 你的心里面的 圣经是讲什么 你的倾向 各位 各位懂吗 我们英文讲的 Inclination of the heart 在诺亚时代 他们的心里 原文是Inclination 大家的心里面的倾向 对不对 是怎样的 他们都是随意嫁取的 心里面的倾向 要靠自己的 他们心里面有隐藏的很多的动机 他们的心思意念 很多的心思意念 这个不是你现在直接能够感受到的 这是在你的哪里 你的潜意识里面 你的潜意识 各位 所以很多人是 你一定要让他遇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哎呀 他过那个反应你会知道 他是要保护自己 还是保护人的 阿们 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了 对不对 被触动了 有些人是怎样 你要给他权力 你给他权力之后 他在众人之上被提起来 他有恩赐了 有才干了 然后用这些东西来怎样 会压迫下面 比较看起来比较差的 弟兄姐妹 或者同工人 有没有 那个就是他心里面的倾向 所以隐藏起来的 隐藏起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人行善行义的时候 人是看不见他里面的动机的 但是只有神看得见 他里面可能自己要累积功德 有时候要达成功德圆满 有时候人心里面有那种东西 对不对 哇 上帝很好啊 这样的人 我看他都留意住人 但是呢 神看得到他里面 但是神要的是什么 他怎样 他蒙神的怜悯的心 然后呢 他是为神而做的 爱神而做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你们自己要试验 很多时候你们要试验 所以以前呢 我刚刚到大陆的时候呢 我有些文化冲击 文化冲击 为什么这里的人讲话都是猜谜语的 我不是直接讲啊 就是啊 为什么你讲这句 原来你的意思是那句 所以以前比较不太明白这个东西 我也可能比较单纯吧 所以呢 牧师啊 学习你看着我 哎呀 你的童工都很棒 你叫他们做吧 原来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自己也要读 后来他到底在讲什么 他是自己自卑呢 还是觉得我给他做的那个任务太差呢 到底是什么 各位了解吗 所以你自己要问你自己 所以一定有问题来触动到你之后呢 你才认识你的内心 是不是达到保主 你像主祈求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你是蒙神喜悦 有时候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问你是先要祷告还是先拿你的手机 所以这个东西都会知道你的倾向 你想知道什么 你渴望什么 你想追求什么 全部是在那个地方 但是感谢主 圣灵光教我们 所以你听到 听得越敏锐的时候 你对你的心里面 心肠肺腑里面的事 是很清楚 你要知道了 你才能洗劲 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怎么洗劲 主啊原来我这个方面 知识的 所以认识自己的心 第二 然后圣经说什么 你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各位 你的心对了之后呢 现在你跟神随时多方 这个随时多方很难解释 但是我自己认为 说这个是随意自如的 跟神随时随地随意自如 都能够祷告的 所以一个人呢 他进到什么叫24小时祷告 就看到一件事 主的声音是听得到 所以呢 发现自己里面的心肠肺腑里面 误会的马上就解禁 随时随地 各位我们圣经堂教导这个祷告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是用什么祷告 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 什么 你们祷告 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背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次教导祷告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们祷告第一 你们的身份 我们在天上的父 第二 对不对 你的国降临 对不对 第三 神的旨意 第四 然后你开始祈求 第五 免了我们的财务 我们这样教导 对不对 这样教导 对不对 没错 但是你祷告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祷告 不是 绝对不是 你要有系统的学习 但是没系统的祷告 听得懂这句话吗 因为你跟你的父亲讲话 我说 爸爸我现在来到你面前 你是我爸爸 第二 我知道你给我的是最好的 现在爸爸我需要领用钱 请你给我 怎么可能这样 祷告对不对 所以我就后来发现 我每次跟我的女儿交通的时候 她最喜欢 有时候呢 她睡觉前 我们两个人就讲话 她就直接的 就跟我讲很多 她的有一些埋怨也好 或者有时候她的心思 或者学校功课很难啊 什么 就直接这样跟我讲 所以呢 很随意自如的 这个里面有没有她对我这个父亲的信任 有 这个有对父亲的依靠有没有 有 全部都有了 其实这个都在她的谈话 谈吐里面全部都写明出来 对不对 所以她的语气 她的给我的那个情感 全部 所以呢 后来我发现啊 我们主耶稣祷告 她教导是主导文 但是门徒 门徒在还没有听到主导文 那是搞不懂 这个主到底每次去这个 Mount Olive 那个橄榄山干什么啊 有时候忽然间看她 父啊 我感谢你 把这些事就写明给 这是年幼的 孩童 这本是你的美意 有时候忽然间就是不够的时候呢 主啊 拿着我饼而已 感谢你 就是 感谢你 有时候在那个很难处的时候 可喜马尼院的时候 哇 这个苦杯可以的话 拿走 有时候也 还有另外一个人是怎样 大魏君王 也是很实义自如 对不对 主啊 怜悯我 主啊 我赞美你 他几时出来这样道 我们怎么学都学不到 对不对 因为是很随机的 各位了解吗 很随机的 我们跟这位上帝 我们就学习 这个真理 祷告 对不对 这个应许 这个身份 这些学了之后呢 我们是要进到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我跟你们说啊 我们跟主之间的祷告 进到这样的 这样的喜乐欢乐里面 你甚至不用求什么 上帝都会给你超过你所求所向 我怎么知道 每次我跟我的孩子这样交通之后啊 比如说睡觉前我跟他说跟他这样讲话了 后来他早上起来全部忘记了 但是我全部在我的脑海里面 哎呀他昨天跟我讲的 他说功课很难啊 什么我今天最好看 怎样帮他 还是什么什么 对不对 我的心里面是一直在想着他跟我交通的内容 为他预备一切 甚至他跟我说 我想吃这个东西 我就叫师母 昨天你女儿讲要吃这个东西 你今天煮这个 就这样 马上就讲的 各位 如果你能够进到随时多方当法 这是最后 主要我们进入的那个最高境界的祷告 最高境界 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了那个系统之后啊 我们失去那个灵魂 各位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这是系统你一定要学习啊 不然的话你的祷告就变成宗教徒的东西 对不对 没有根基 没有窃据 就是只有求求求 像乞丐这样求 也不对 对不对 求的时候也不知道 主为你预备的是永恒的国度 祷告之后也不能往那个方向走 所以那个系统是要 这个真理性的东西 还是真理性 神的话 但是要活化出来 进入我们的祷告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我自己本身呢 我做一个牧师 你猜 我每次最多像 一开口向上帝祷告的是什么 父啊 帮助我 我每次都是祷告这句话 帮助我 太难了 太压力了 然后主的安慰就给我 我会帮助你的 嗯 所以当很多人有向你有需求的时候 你不能承受那个东西嘛 你一定要仰望 你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有时候 看到 教会里面的难处 弟兄姐妹的难处 我自己本身呢 又发现我也是一个人 有时候我想要改变 不能改 我想要爱 但是爱不了 这个不是知识的问题 这是容量的问题 你们懂容量 容量是心里面的东西 知识是你懂的东西 所以说啊 改变我 改变我 其实有时候呢 我就祷告 十秒钟 一直在说啊 改变我 然后我心里面一直想着 有一些的事情 反思有一些的事 然后后来 主的亮光就来了 这个是我只能这样跟你们解释 因为这是我主观的经历 你们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呢 我跟主的那个身交 当然在那个系统里面 神的话语的系统 我已经都学习了 但是要把它融会贯通 成为我的心 我跟主之间的那个关系 甚至成为我跟他的交通 哎呀 这是真的很深的功夫来的 但是我愿意各位继续学这个东西 但是呢 你没有神的话的系统 你等候神等候等候等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在生命堂里面 这个三十六科里面也好 然后人家说我们只有讲三十六科 我跟你们说 我们继续发展出来了 很多的对不对 加拉太书 以弗所书 菲律比书 罗马书 为什么这些东西全部就讲出来 都是叫我们有根有基的认识神的话 因为我们的信仰 亲爱的弟兄姐妹 顺便讲这个东西 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叫神的启示 启示是什么 就是你与生俱来你不懂的 你从来不认识的 有一些在外界里面 你从来看不到 明白不到的 那个的原理原则 上帝所定的那个定论 在影响着你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的信仰是绝对不能在 神的话什么都不认识 只有在那个地方 继续挣扎挣扎 挣扎 然后出来 然后像神不可以这样的 这个是从你里面出来的 你里面是罪性 各位了解吗 罪性里面 罪性里面的需要 罪性里面的理想 里面你挣扎出来的东西呢 其实后来你发现是自己的东西 所以呢 你一定要得启发 所以神的话 就是先要光照 我从来不认识的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的时候 我也怕大家跑到神秘去 所以呢 一定这个地方要有根有基认识的清楚 所以呢 这个我们讲的那些道 全部各位自己领寿 领寿完之后呢 各位你要尽到随时多方 祷告祈求 我跟你们说 历史历代的问题啊 就是 教会 对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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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쳐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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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想 有很多的话要讲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其实没有时间 看明天有没有 或者到台湾才讲 好不好 就有一些要发展性的东西 所以我们每次讲发展 从神的话里面发展出来的 都是随时多方祷告的东西 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说 牧师啊 我的情侣方面的事情 怎么解决 婚姻方面 财婚方面的事情 就是我要祷告 很多方面的事 叫我继续揣摩 第三 进入实际的祷告 各位 祷告最后要怎样 一定要顺着 圣灵 什么 行 这个行 这个字很重要 各位 祷告就是祷告嘛 为什么跟行有关系啊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这个约翰威斯里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这句话你们背下来 祷告就在行动里 各位有没有听过 英文说 Prayer is where the action is 各位 这句话也是很奥妙 我们一直以为 祷告是在我们的内室里面祷告 但是有一天 有一个信心的伟人 他就出来 就传福音了 他就出来 就发现 他就讲这句话的时候 行动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自己的内室 一直领悟 领悟不到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跟人在一起 跟人生活在一起 你要接触 人 接触环境 然后在你的真实的行为 行动 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发现神怎么指教你 讲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姐妹们 你要煮饭 有些人煮饭 十年如一日 没有进步的 有些人呢 就煮煮煮煮 很好吃 很好吃 有些人教会里面 做行政 就是越做越累 越做越累 但是有些人 越做越有创意 越做的时候 这个行政做得越来越好 管理的越来越好 对不对 其实我们每次说 他是有祷告的人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在做当中 他靠主 靠主 如果你不靠主 你失去恩典 越做越累 然后变成马大 重点是 马大还是要做 对不对 教会椅子要排 东西要做 但是 你不要掉入 马大精神 总是讲 马大的东西要做 但是还要 玛利亚的精神 对不对 你这样做 但是你会发现 你要做的 你没有做的时候 你没有传福音 你一直思考 这个人要怎么跟他传福音 一二三四五 哇 全部思考 思考 你还不如你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 你领悟 原来人很多种 原来传福音的时候呢 这是真的一个庙啊 有时要传 有时要听 有时要讲 有时讲到重点 这些东西是你祷告当中 祷告在行动里 各位 真的 我是 有些人运动 我是喜欢运动 我也运动 但是很奇妙的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 有些人运动是越运动 越没有健康 越累 有些人是越运动 越有健康 因为在祷告当中运动 你在祷告当中 你怎么 实际里面 主教你怎样呼吸 怎样跑 怎样锻炼你的身体 各方面 然后你服侍主 你从早到晚上的那个时间 每一刻每一刻这样做 其实在你那个行动里面 你才懂什么叫顺着圣灵行 各位有没有早上一起来 然后到晚上 哎呀 晚上完了之后很遗憾 整天没有一件事情办得成 这边坐也 那边坐 坐到来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各位有没有 好像很乱 对不对 没有重点 没有集中力 各位 这个就是没有祷告 没有祷告 你起来 起来之后 那个时间要怎么过 下一刻要怎么过 这些东西都是 没有经过祷告 所以 人会发现 不能进到实际 所以我是很强调 这个实际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顺着圣灵行 回答我 下一句话是什么 顺着圣灵行 下一句话是什么 加勒太书 五章 十六节 就怎样 不 就不体贴 肉体的情欲 所以各位还是 应该要多听神的道 各位 为什么人体贴肉体的情欲 因为肉体的情欲 实际 肉体的情欲 有力量 有没有 如果你有一种情欲 我要成功 然后带着这个情欲 只需要争取 你会不会成功 会 但是你的成功是会损坏你的生命 因为你用的能力是黑暗的力量 满足情欲的力量 所以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顺着圣灵行 所以你这个地方得满足之后 你发现你就不会喜欢用这样的能力了 那现在 我再讲下去 各位慢慢听 我也现在靠圣灵讲 全部都不在我的讲章里面 讲这个讲那个 看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 这样反应的 就牧师这样讲道的 各位圣灵行 很多人一想到顺着圣灵行 是只有想到圣洁的东西 圣洁就是说 不要犯罪 对不对 不要体贴情欲 不要就爱世界 对不对 不要体贴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对不对 对对不对 但是还有 你们只有懂 不要做的 但是要做的是什么 应该做的是什么 各位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我们人有这个东西 叫做欲望 各位 这个欲望呢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善性 还是恶性 还是忠性 忠性对不对 忠性 所以每个人都有欲望的 各位 有没有食欲 所以你有食欲了 刚才吃饭好吃吗 不好吃也讲好吃 好吃 好吃 为什么 因为你有食欲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真的好吃 对不起 我是开玩笑的 有时候祝祝祝在开玩笑 你们要知道 你有食欲 吃了才好吃 才会赞美主 对不对 我们这里谁喜欢旅行的 就是 所以 很想旅行 对不对 所以有这个想旅行的欲望 去到哪里 哪里 这地方有什么好去 东北的弟兄姐 每次叫我去常白山 在成都那边 有一个韭寨沟 也不错 听说 我母亲 去年去了 你有这个欲望 我想看到美景 对不对 看了 你才会感谢赞美主 不然你怎么感谢赞美主 看这个也一样 什么都一样 不管什么山 新加坡的山 中国的山都一样 对不对 这样你怎么赞美主 所以你 你没有欲望 你就不能喜乐 这圣经说 你要常常喜乐 对不对 凡事谢恩 所以呢 人的心中的一个喜乐 谢恩 涌流出来 赞美这个创造万有的上帝 是因为他有欲望 阿们不阿们 所以你结婚开心不开心 你开心嘛 对不对 然后赞美主 对不对 这是神为我预备的配偶 那个的爱情是 好像人间里面好像是最伟大 除了神的爱 人间里面最伟大的 对不对 因为你有欲望 对不对 有这个异性的那种爱 性欲 这个方面 有的人才能够 会享受婚姻的 奇妙的 对不对 所以呢 顺着圣灵行是什么 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是欲望 因为这里说 肉体的情欲 这个是 其实不是 不单单讲肉体 这个原文是 罪恶的情欲 Sinful desire 对不对 那个是为自己 然后伤害人 也伤害自己的 跟神 荣耀神 无关的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欲望 是神愿意你得满足的 所以简单来讲 人的生命里面 有三种欲望 第一是 肉身方面的欲望 人有碎欲 有心欲 有诗欲 对不对 喜欢看美景的 对 你看到 有姐妹们看到一朵鲜花 觉得 我就是不喜欢鲜花 这太丑了 对不对 不可能的 鲜花看的时候 你有欲望 喜欢美的东西 对不对 下瓦也喜欢美的东西 就是肉体的欲望 另外还有什么欲望 人有精神方面的欲望 精神方面的欲望 就是你有知识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上帝是创造者 他创造万有 对不对 但是人造的时候 叫他管理一切 所以他是一直发现 要发现神所创造的 他想多知道 科学 医学 这么奇妙 对不对 什么学 都有这个世界的理学 发现发现 然后赞美神 你想知道 想知道 有没有 所以现在你们每次 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 你们有一种欲望 有没有发现 牧师讲的这个道 我从来没有听过 哎呀 真神奇 心里就动起来了 有没有发现 因为你有一个精神的欲望 但是有些听过的时候 就没有了 就没有这样感动 对不对 还有什么欲望 人有什么欲望 人有这个 道德的欲望 虽然人是已经犯罪了 对不对 已经堕落 没有办法达到神的义 但是你们会发现 我们人啊 都喜爱 善者得胜 恶者得报应 各位看连续剧的时候 对不对 哪一个人看到恶者赢了 哇 很开心 很爽 没有对不对 除非你真的是很糟蹋的人 不然 不然的话 哎呀 就是好人皆大欢喜 恶者遭报的时候 心里很开心 有没有 有道德欲望 对不对 上帝给人有这个方面 所以一直想 所以这个方面你要问 当我们顺着圣灵行 我们要怎样活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人生 对不对 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对 他有圣洁 对不对 他不把自己交给肉体的情欲 对不对 他不为了要得什么 自己要漂亮 还是自己要多有钱 多得人的爱 然后多娶几个老婆 多娶 我们基督徒绝对是知道 这个肉体的情欲的 但是呢 你怎样给人看还不够 因为人也觉得你 哎呀 你是圣圣洁洁的基督徒 的确是 对不对 但是我也不想像你一样 因为这样过你这样的人生 是没有趣味 所以你只有给他看一部分 这个你还要给他看 你怎么在基督里面 你享受一切上帝给你的 这个宇宙里面的 人际关系里面的 上帝为你造的 整个万有万物里面 你要享受 所以你的婚姻生活 你跟儿女之间 你跟这个万事里面 你的智慧各方面 人家一跟你讲话 哎呀 你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但是呢 你的思想很特别 高人一等 看事情很透 真的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 你怎样得满足 这跟你实际的祷告 有关系的 实际的祷告 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是比较你们要深思 要深思一点 因为都是心灵里面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 进入实际的 实际的 顺着圣灵行 行 在行当中 你发现怎么做 所以昨天我就讲这句话说 年轻弟兄姐妹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失败 你们试试看 做了 有些方面 当然你为自己负责 对不对 有些方面你看 做了 不能了 从失败当中就学习 错当中学习 这样做 就实际里面 如果你不做 你就是永远是在一个 卡在那个关卡 没有办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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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然后你会发现 从这个方面 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辈的赏赐 是嫁给你 所以 嫁给你 这是我们 愿意都得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约瑟 丹尼里在哪里 约瑟有什么 丹尼里有什么 为什么像他们这样的人 像约瑟 像丹尼里这样的人 丹尼里不但一个王喜欢 四个王都已经听他的话 毕竟他的身上 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与众不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现在一直要问自己 明天我可能多讲这个地方 我们每次讲 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辈的赏赐 嫁给你的话 你有哪一样 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的祷告 实际到一个地步 你做生意的时候 人是不太喜欢你卖的东西 也喜欢你的人格 你的产品也有 你的人格信任你 与众不同 对不对 所以人会跟你买 你能够祷告到一个地步 你在教会 你跟人讲话 人是很喜欢倾诉你 一个你讲话的时候 马上能够敞开他的心 不用太久 只有跟你讲话两三分钟 是我能够信任你 向你敞开心 各位 这些都是祷告的功夫来的 学不来 你的祷告失败 有些技巧你学到 但是人就看到你的内心的时候 慢慢他就懂了 不久了 所以各样权备的恩赐赏赐 我是给各位一些例子 明天我多讲这个地方 我们年轻的一代 特别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 但是特别我们为着这个时代祷告 我们一定要享受 有这样的福分 不然这个世界的人 他们越来越厉害 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果断 他们的技术 头脑各方面越来越厉害 所以我们就在他们面前一直被压 对不对 其实上帝是预备 要把这一切给我们 但是因为什么 我们的罪 我们的心里面隐藏的动机 很多很多的 或者自卑啊 内疚啊 这些受伤 放在那里 所以各位 我讲一个例子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受伤的人 他不能牧养 我不用说不能 但是他牧养都不能 为什么 因为他一个人讲话 他就是开始一直猜谜语了 他就是会觉得 你好像不太喜欢我 听你讲话的时候 你不顺服我 不听 很多这样的暗示 会在他的心里面 所以他认识那个人 就是有误区了 就是由自己的罪性 来读那个人的心 所以讲不通 所以教会 我们肢体之间 就是有这个罪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懂 那个人给我的感应力 我不太喜欢 对不对 我一靠近他 跟他讲话 感觉上讲不通 所以我们年轻人 很喜欢讲这句话 我跟他讲不通 当然 我们年轻弟兄弟们 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 也要知道 你自己也不通 对不对 你自己也是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人一不理解你 你就算了 我就不想跟他讲话了 也不想多认识 长辈们的 他们的心意 他们的关怀 也是就算了 所以就是一个时代 跟一个时代 真的是不通的 不通的时代 真的不能通 很奇妙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罪性的问题 所以有这个阻塞了 所以不能得到 一切的恩赐 赏赐 其实我在教会里面 我最挣扎的地方 很多时候都是这些 我看到弟兄姐妹的 整个的反应 什么 所以有时跟牧师讲 但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 他们有挣扎的一些对象 然后能够打通行 有时候连很靠近的同工 也是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都是我们 我们要在福音里面 要得医治的地方 全部是圣灵的工作 最后第五 我们的祷告到一个地步 你要克服一切神 放在你面前的挑战 你要克服挑战 你要走出 今年我们新加坡教会 有一个主题 你的舒服的 怎么写啊 境界 走出来 你的comfort zone 我们英文这样讲 你的很舒服的地方 各位现在累不累 肯定是累啊 有谁能够祷告到 自己能够苏醒起来 这个你要操练的 没有这样容易的 所以你要参加这样的特会 本身也是一个操练 对不对 操练 有时候你很容易发脾气 很烦躁的那个情况 你祷告到你安 不要心烦意乱 这些思想 这些都是我们有一些 上帝放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有一些人 我们总是不能克服 跟他的有一些关系 你祷告到接触他 理解他 对他改观 然后赢得你的弟兄 直到你做到这个东西 你不会相信圣灵的能力的 所以 祷告的东西呢 是实的 不是一种抽象 你祷告这样而已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没有突破 你自己的难关 你下面 你的祷告是自动变成形式 阿们不阿们 我们姐妹们 为什么化妆 因为全部盖住你的瑕疵嘛 然后你看到镜子的时候 哇 年轻十年 下一回一定再化妆了 对不对 你化上去 老十年 你哪里会化妆 所以你一定做一样东西 真的是克服你自己的 那个缺陷的地方 对不对 你才会做的 所以祷告是为什么彼得要祷告 就是他祷告了 生命充满嘛 你祷告之前没有得到的亮光 他后来祷告了得到 所以才愿意要祷告的 不然做来干什么 我们有些弟兄 我看年轻的弟兄 这个肌肉很多 健身院 是健身 对不对 一见了之后 不得了了 下一次更想见 对不对 因为你看到好处 弟兄姐妹 我讲一个 最后的一个 我在讲 有一个祷告的信息的时候 我说 你的祷告要蒙恩到什么地步 灵界的原理 比现象世界的原理更真实吗 阿们不阿们 这是你头脑阿们的 但是你会知道 主耶稣讲这句话说 你无论求什么 只要你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哇 这句话真不得了 那这个信是怎么来的 这个信到底是怎样的 我一直问这个东西 有一次呢 我没有钱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 我问我自己 我一没有钱的时候 我自动的反应是做什么 你自动的反应是做什么 马上到提管机面前 你马上会按的 然后钱就会出来的 你信不信 你不信你做什么 你信吗 信得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没钱 马上到提管机 有人呢 就是拿着刀 要砍你的时候呢 你第一次反应是什么 马上拿电话出来 打给公安 对不对 你信不信他会来 有时候这里不信 我那边我信 我那边是法治国教 真的很信 就马上会打电话过来 对不对 为什么 我就问我自己 为什么我有这个反应 哎呀 这个是实际的反应 因为你相信 这个现象世界的原理 到这个地步 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哪一个人 他相信灵里面 灵界里面的原理 像乔治穆勒牧师 我每次讲 但是孤儿 三百个人 没有东西吃了 你们等一下 等一下 给我一分钟 祷告 这些孤儿是你预备的 你把事物带来 就起来 心里面平安了 果然不错 真的来了 对不对 我每次讲这个 我对这个神迹 已经讲过好几百遍了 但是我现在 一直关注的是 到底他的心灵里面 是什么东西 有谁遇到这样的 极难的时候 第一个 哎呀 就是祷告 只要我的心 一交托他了 什么就得了 哎呀 这个奥秘是 我天天在学习的 你们知道吗 所以呢 我真的感谢主 有时候给我 适当的挑战 我跟你们讲 你们不要怕挑战 因为你们不能 祷告是太舒服了 不祷告也没问题 其实问题多了 只是已经被吃到麻了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 我们真的跟从神的人 我们是虽然地上有苦难 但是我们不让那个苦 留在这个心里面 所以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喜乐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什么都有的 阿们 所以我们神的仆人 我们一个站在 活在神面前的基督徒 我们是祷告到 我能够信 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阿们 这个是请各位去学习 就圣灵的奥秘 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步了 但是你们要追求 你们要喜爱这个恩赐 上帝给你们 但愿神祝福我们 所有弟兄姐妹 好 我们这时候 我们休息 讲了35分钟